6日,紫瑜一二八字路正式solo出道 作为Twist队内第三个solo的成员 难免会让人与纳莲和智肖的个人成绩做出比较 据悉,紫瑜首日专辑销量为22471张 没有超越智肖去年发行的首张名义专辑组 以及纳莲今年的第二张名义专辑呢 令许多人直呼可惜 但对此,紫瑜则表示这首歌是回馈给粉丝的 不会想着要打破什么记录 只想专注在我为此付出的努力上 我的目标是报答我的粉丝 虽然成绩好的话当然会感激 但不好也不会太在意 成熟发言让粉丝相当欣慰 另外,在最近的宣传直播中 紫瑜还透露了MV拍摄幕后花絮 竟因为太紧张而搞错集合的时间 紫瑜表示 误以为拍摄RunawayMV的出发时间是凌晨2点 一直感到非常紧张的他 还特地在前一晚上8点就寝 凌晨1点起床 然而,当他到达停车场准备集合时 却发现没有人 随后他发讯息给工作人员 也没有人回复 才发现自己弄错时间 不仅如此 紫瑜在发布预告时 还曾错误地标注了 发布日期为9月1号 不过他很快意识到这个错误 并进行了更正 对此,粉丝也搞笑回复道 搞错时间这点非常紫瑜 真太可爱了 爱到韩社 每日解说最新韩语 欢迎一赞和订阅哦